第18题说一所一言里面的乌鸦喝水的故事 乌鸦把那个石头丢到那个水里面 让那个水上升让它喝到水 它说我们的水原来是30毫升 要升到90毫升才能够顺利喝到水 要请问你要丢几颗石头才能够顺利喝到 那我们知道它原来是30毫升 但是呢要升到90毫升 所以呢90减30要等于60 所以呢我必须要排开60毫升的水 我才能够喝到 那我是丢石头 丢石头然后石头它有体积会占据 然后会把水排开 那根据公式呢 D等于V分之M 所以我们就知道V呢就是M除以D 所以呢我们一颗石头的密度呢是3 我们的质量是12 所以我们一颗石头体积是4立方公分 那么我现在必须要上升到60立方公分 所以那我需要几颗石头 所以我们就是60要除以4要等于15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 我们需要丢下15颗石头 才能够使得水位上升到我们所需要的高度 乌鸦才能够顺利的喝到水 因此我们的答案选择的是B 16颗 15颗 加油